好,接下來就是重點 一個地震的大小 那是一個大地震或小地震有兩種講法 一種叫做地震規模 一種叫做地震強度 我們的中央氣象局給他寫叫做震度階級、震度級 那我們簡稱叫做震度 所以要表達一個地震的大小有兩種表示方式 一種叫做地震規模 一種叫做地震強度 你的學習重點就是弄清楚這兩個到底是什麼玩意兒 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叫做地震規模 簡稱叫做規模 使的是他所釋放的能量 剛才不是啪啪斷掉嗎 能量放出來嗎 所以這個叫做釋放的能量 叫做地震規模 OK 我們現在中央氣象局報給我們聽的 用的叫做瑞士地震規模 是距離100公里的之內所測到的震幅大小 李華老師教過震幅代表能量 OK 我們中央氣象局報給我們聽的叫做瑞士地震規模 瑞士地震規模 講義上有跟你寫有一個什麼地震舉規模 那個是現在像美國地質調查所用的 那會改的原因是因為瑞士地震規模 在大激震的時候會變得濕震 會飽和會上不去 會不準 所以他現在都是用地震舉規模 但也一樣是規模也像能量 可是算法不太一樣 那他的好處我們就不管他了 地震規模 台灣用的地震規模 大陸用的跟我們不太一樣 不要理他 我們台灣用的就是它是一個比值 它是一個比值 跟你們學的原子量分子量一樣是個比值 所以它什麼 只有大小沒有單位 沒有單位 現在就是1 2 3 4 5 6 它可以有小數點 1.2 3.4 5.6 中央校級報給我們聽的時候就是1位小數 專業人士在傳的時候會有2位小數 7.12 因為我們聽說就只有7.1 這樣子 OK 好 我們就是1位小數 報告我們就說1位小數 它沒有單位 它只可以有小數點 就是數字 數字越大 規模越大 能量越大 規模越大 越來越大 然後趴他斷掉一次放幾個能量 一個能量 所以規模只有幾個 一個 所以世界各地測出來的規模怎樣 一樣大 因為是測量結果可能有誤差 可能台灣說這個地震規模7.1 日本說是7.0 美國說7.2 這個也許有可能 可是不可能台灣人說7.1 日本人說5.3 美國人說2.9 不是不可能的 規模只有一個 重點 規模只有一個 大家都一樣 一個地震就只有一個規模 一個地震就只有一個規模 規模是能量 所以有大小之分 5以下不包括5叫做小地震 7以上包括7叫做大地震 所以考試說現在有一個地震規模6.3 屬於什麼地震 中度地震 中地震 OK 規模的計算是用對數 國中不交 原則上數字每增加1震幅變10倍 能量會變成30多倍 我們就算30倍就好了 那我的現在講法跟維基百科的說法 有點不一樣的是我參考來參考去 我的講法應該對的 規模6的地震大約相當於一個在廣島爆炸的原子彈 所以規模6是一顆原子彈 規模7呢? 30顆 我說30顆比較好算嗎?30顆 那規模8呢?900顆 900顆 30倍 規模9呢?27000顆 27000顆 OK? 所以這是他的算法 然後舊課本告訴你沒有超過2.9 大概9嘛 27000顆 一起炸掉 OK? 8.9 沒有這樣 可是你如果已經找別的資料發現說 數字大地震的規模是9.5 為什麼? 地震舉規模 地震舉規模 我們用的是瑞一式 瑞一式 瑞一式的壞處就是 大陸大陸會飽和 會上不去 數字會上不下去 所以他是瑞一式地震舉規模 好的 規模定義不一樣 反正這裡大概也不會有人問 以前有人會 以前會有人問 現在也不會有人問的 就是舊課本寫沒有超過809 所以你查到資料都有寫9.5 那是因為我們的規模的單位不太一樣 那是地震舉規模 OK?好 就好了 2 3 4